2月21号参加了冬奥会闭幕式之后 俄奥队回家 他们收拾好行李 从北京回到俄罗斯 这其中最令人关注的 要说俄奥队的三套娃 其中K宝瓦利耶娃已经提前回国 作为团队金牌和单人第四名 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千金谢尔巴克娃和莎莎特鲁索娃 参加了冬奥会闭幕式 他们跟随大部队回国 千金谢尔巴克娃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今天离开北京的画面 同时还配上了几张出到北京的照片 正式告别冬奥会 期间还引得K宝点赞 照片上有一张照片吸引大家的关注 俄奥队的三套娃 坐在五环和北京2022的上面 K宝坐在中间 莎莎和千金坐在他的两边 对着镜头比剪刀手 这都是他们刚来到北京 参加冬奥会的时候 都非常兴奋 不过在离开北京的时候 莎莎和千金彼此站得很远 两人没有交流 不少人表示 自从冬奥会女单自由滑之后 莎莎和千金的关系就降至冰点 两人极少同框 更没有什么互动 尤其是在2月20号 进行的花样滑冰表演滑的时候 千金和莎莎作为好友 没有任何的互动 即便是最后的谢幕中 也没有在一起 还有消息称 千金和莎莎在各自比赛结束之后 都去逛了冬奥会商店 但两人去的时间不同 一个上午去买纪念品 一个下午去买 这些都被偶遇到了 其中千金去的时候 还遇到了金柏阳 后者把新春版的冰敦敦送给她 作为好友的千金和莎莎 就连逛商店都没有一起 其实很多网友在 女单自由滑所有比赛结束之后 就发现了端倪 当时结果出炉 莎莎莎获得银牌 冠军的金牌属于千金 莎莎除了赛后一度拒绝去领奖 发标之外 在接下来的颁奖仪式中 从未有正面看千金 哪怕一次都没有 当时莎莎刚刚无缘金牌 情绪非常不稳定 甚至还说出了自己讨厌 花样滑冰这项运动的言论 全然不顾及一旁的好友千金 所以从女单自由滑之后 到后期的颁奖仪式 花样滑冰表演滑 逛商店 离开北京的时候 两人的距离都很远 这和刚来到北京的时候 一起合影 还给鼻子拍照 录制Vlog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莎莎和千金都是17岁 两人是队友 但更多的时间是对手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很微妙 不论是全额锦标赛 全欧赛 市井赛还是奥运会 千金赢莎莎的次数都很多 作为全世界女单最高难度 卸步的莎莎特鲁索瓦来说 有种寄生鱼和生亮的感觉